記錄封院發生的事 TVBS今天也訪問到他 他提到17年後再看 發現歷史一直重演 警方出動拉起黃色封鎖線 17年前4月24號 北市和平醫院突然宣布封院 無論是醫護人員病患家屬 通通要在院內隔離14天 和平院封院的那一天 他就是要緊急召回 那就接到通電話說 如果在一個小時之內 沒有回去的話 會罰款6萬塊錢 林品宏當年在和平醫院 當住院醫師 緊急被召回醫院 外界透過他的日記 了解每天院內發生的狀況 送來物資人他不可能 他就會怕一怕 他不可能每個地方去送 所以就是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就是大家都去那邊拿物資 像難民一樣搶物資 我們沒有染病 我們再次過了正常 為什麼要到過30病人 醫護人員衝出封鎖線 大聲抗議是和平封院 第二天發生的事 林醫師寫下 在電視上看到那些熟悉面孔 有些是我們A6病房 或是急診的工作夥伴 他也認為既然政府是強制集中隔離 醫護要求隔離人權和正當性 並不過分 發現這位病患 用皮帶在醫師裡面上吊 封院第三天爆發院內感染的B洞 有兩位患者死亡還有一人親生 同一天美國CDC專家進駐 和平醫院才開始討論A B洞的疏散方案 醫院裡面大概隔離了10天 集中隔離之後再出來的話 都是要再隔離10天 在醫院待了10天被問到哪一天 最難忘林醫師苦笑答不出來 而最打擊士氣的時刻是兒科病房 分別有一位醫師和護理師染煞倒下 因為當下我們醫生部分就很低迷 那護理師也發病 護理師那邊當然也很低迷 而且那個林嘉玲後來 他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成功的過過來 林醫師在第八天日記寫下 B洞病房印尼看護在前一天過世 他曾是A607病房的病人 因此大家都很擔心 A6的林護士 10天後護理師林嘉玲病逝榮總 到了5月11號 也就是今天到了3點15分的時候 就宣告死亡 林秉鴻回憶 因為是兒科醫師 沒有支援第一線照顧SARS病人 但依舊協助後勤工作 最難忘的是電梯裡的這一幕 電梯後來門就開了 那一刻他們就運了絲帶進來 那時候是非常害怕的沒錯 對 那也沒有說 就看一看一眼就知道 是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就繼續送便當給大家吃 大家先吃飽才能繼續隔離 事後回頭看 17年前台灣用豐苑爭取時間 將敵疫情擴散的速度 臨時理解那是一種決策 集中隔離是無效的隔離 它是為了保全社會大眾 你必須要綜合報導 補體素U蛋白 提升保護力 消瘦第一補體素 繼續來關注的是敦目艦隊的染疫事件 國防部正在進行調查 今天沒有報告最新的進度 而且還被發現艦隊回報資料裡頭 應該出航人數跟最後回航人數 竟然都不聾 國防成家一例確診 曾經在船上腹泻 可是沒有就醫記錄 18號被通知到檢疫所隔離採檢 一採陰 可是22號開始 嗅覺異常鼻塞 二次採檢又轉陽 磐石劍已經累積30人確診 指揮中心最新公佈了 一例確診個案 是一名磐石劍上的30多歲軍人 而這起群聚目前已經累積到了30人確診 而這個確診患者 其實就是磐石劍上的軍人 所以全艦現在累積的病例 已經達到了30個確診人數 那當然這個是30多歲軍人 他在第一採的時候 是呈現陰性的 不過二採的時候 又發現是陽性 其實在這一次磐石劍上 時陰時陽的反應 這樣的人非常的多 包含上一個個案 3月23號出現了病徵 他其實就是一個 沒有味覺情況 味覺喪失 後來服藥之後 4月18號一採呈現陰性 但同時在他身上 也找到了新冠病毒的抗體 隔了一天又再度採驗 卻又呈現陽性確診 所以等於這個人身上 有新冠病毒的抗體 又有新冠病毒共存 到底怎麼回事呢 包含了台大急診醫學科的 副教授李建章 他就認為說 新冠病毒有可能是呈現了 一個肝炎化的情況 什麼叫做肝炎化 就代表說有抗體 是因為有曾經感染過 但這些抗體 是代表人類有保護力 不過這個病毒的抗體 其實可能不是只有單一一個 可能在身體裡面有很多種抗體 所以代表的是不同意義 目前都還在研究當中 但是也有醫生是認為說 有可能測得的是新冠病毒的屍體 而不是活的病毒 所以測得的不一定是非常標準 所以還是要等到三次的檢驗之後 如果都呈現陰性 才可以完全撇除 他是新冠肺炎的患者 海軍盤事件多名官兵染疫 其他軍種現在也被波及 因為一名海軍確診者 曾經跟空軍的官兵一起打球 而且距離發現時間 已經有六天空窗期 究竟證明空軍有沒有回應 對此國防部不願正面回應 這區傳播風險大增 感染科醫師認為盤石艦 可能是台灣到現在為止 面臨的最大威脅 還推測船上確診數可能會破敗 並且艦上已經爆發了三波傳染 海軍縣對爆發群聚感染 引起全台的恐慌 各縣市紛紛開始進行封城演練 疫情指揮中心就指出 目前針對了阻絕社區傳染 其實已經有三階段的準備方案 包括就是過渡期 警戒期 那麼還有就是現在的管制期 那麼封城其實就是最激烈 也最不得已的手段 經濟學者就表示說 如果台灣真的走到那一步 經濟必定受到重創 人全播力 包括像是法國戴高樂號 美國羅斯福號 鑽石公主號 還有台灣的磐石軍艦 感染力跟這個無症狀比例 可以看到其實都蠻高的 所以現在大家都會擔心 他到底會不會進入到社區 專家說5月1號是關鍵 台北採訪報導 其實再把鏡頭轉到日本 來看看日本實施緊急狀態令之後 市中心人潮瑞減 但是人潮還是集中在公園超市等地 不過東京都知識下達新的指令 要民眾三天出門採買一次就好 才剛宣布超市又立刻湧現 搶購潮 封城並非長久之際 如何一方面要保護健康 一方面又要保護生產跟經濟呢 這位記者譚一輪 鏡頭帶你轉到的是英國 目前英國的確診人數已經高達了13萬人 而死亡人數已經衝破了1.8萬人 其實它也是全球一個流行的中心 但是可以看到牛津大學現在在4月23號 已經在開發新冠疫苗進行人體的試驗 這跟過去他們的說法似乎有點不同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在3月初的時候 其實英國曾經喊出群體免疫 也就是希望60%到70%的人感染新冠病毒 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但當時引發全球嘩然 因為後來英國首相Johnson也得了新冠肺炎 不過像是牛津大學流行病學教授陳真明 他自己也說當時這個群體免疫的說法 根本就是一個近乎無情的理性 那到底群體免疫跟防疫的疫苗之間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疫苗的防疫也是把病毒打到人體裡頭 但他們的區別到底是什麼 其實陳真明也說目標都一樣 就是產生抗體對人體進行了保護的作用 但是區別是這個疫苗是可以控制的 但是群體免疫不確定的因素真的比較大 那也包含了像是保護作用安全性 以及病毒變異 通通都是一個大變數 所以這位教授也認為說真正控制疫情 還是需要疫苗 所以現在全球都爭相在發明疫苗當中 那封城這樣子的禁令其實也不可能長期來執行 所以我們現在人類的目標就是要與病毒共舞 才是我們現在的生存指導 再來看這川普對抗新冠病毒 防疫防到狗急跳牆了嗎 他竟然做出很奇怪的提議 說怎麼這樣子的做實驗 把消毒劑注射到人體內清洗肺部消毒 還說也能夠用試試紫外線照射穿透皮膚殺菌 現場專家跟媒體都傻眼了 而現在全美疫情最慘重的紐約州近期呢 則是展開了抽樣抗體的檢測 古墨今天公布初步的結果顯示有13.9% 呈現陽性反應 那麼用這個數字來推算的話 紐約州可能有270萬人都曾經染疫 440萬人 在過去一個多月來已經多達2650萬人失業 美國國會為了搶救中小企業 緊急追加4840億美元的紓困金 疫情爆發以來這已經逼近3兆美元了 出困鏡頭轉回台灣 民間業者跟學界都呼籲政府希望朝發放現金 或者是消費券的方向來振興經濟 不過由於惡意散佈呢 在認定上有困難 目前法院裁罰的案件量不到一半 另外呢 免洗餐具呢也復活了 減少外食族傳染風險 圓山的別墅必居隔離 南韓媒體發現他的車真的在圓山 傳聞可能是真的 你也會問啊 哈哥 他偷襲我們 救人 我是個兒子 這事 休想在偷襲我 請上個群印鑽 把我們去驗 聽說你洗一部照 不用難敲水晶液體照 照 當然照 就是因為有它常見的八大劇 我都照得住 把裡面的好東西萃取出來 有最天然的來照你 面對細菌 照 照得住 南韓水晶 上個群印鑽 霸王之夜 你就是花式人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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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善喜 晋身機 Smart2 智慧馬頭 The Wreck 24月8號解除封城之後 CNN採訪團隊重訪武漢 回到了武漢實驗室 大門已經深鎖 另外跟李文亮的遺孀聯繫 決定不播出電話內容 因為發現他壓力很大 好可憐